如何知道你真信徒 作者 约拿善 爱德华兹 前言 你信神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 鬼魔也信 却是颤经 你凭什么知道你是属于神的 我们从上面经文看到 有些人凭他们接受神 有些人觉得他们 只要没有某些邪恶的人那么坏的话 他们在神面前就可以了 另一些人 指着自己家庭的历史 或者自己的教会成员身份 来证明神悦纳他们 步道会上常有的一个做法 就是问听众一些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假设今天你要死了 神凭什么会让你进入他的天国 一个常见的的回答 就是我信神 很明显 使徒雅各认识一些说同样的话人 他们说我知道神喜悦我 因为我知道这些宗教信条 毫无疑问 雅各承认 对正确信条的知识是好的 不仅是好的 也是必须的 一个不信神的人 绝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 不仅如此 而且必须试信那位独一真神 这一点对当时那些 有幸认识各位使徒的人来说 更是如此 因为这些使徒能够告诉他们 关于神的儿子 耶稣的第一手经验 设想一下 某些人认识雅各 却拒绝相信神 他们的罪要有多大呀 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的不信将会加重他们所遭受的咒诅 然而 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 相信神只有一位 只是一切善的开头而已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然而 雅各清楚知道 这信虽然是好的 但它绝对不是一个人得救的真确证据 他所说的意思是 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 并且神喜悦你 你觉得神要让你上天堂 因为你有一个证据 就是你相信神 但是这根本算不得证据 因为鬼魔也这样信 而他们注定要遭咒诅 而坠入地狱 鬼魔也信神 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们不仅相信神的存在 他们也相信 神是一位圣洁的神 一位恨无罪的神 一位真理的神 是一位预告了要实行审判的神 而且是一位要把对他们的判决 予以执行的神 这就是为什么 鬼魔们要颤惊 要发抖 他们比任何人类更清楚地知道神 于是他们感到害怕 这样 人思想里的任何鬼魔 也能经验到的东西 就不是神在我们心中的恩典的确据 这个推理可以很容易地反过来看 假设鬼魔也能在他们自己里面找到 某种证明神的救恩的确据的话 那他们也就能上天堂 那样的话 就可以证明 雅各是错的 但是 这是多荒谬啊 圣经清楚地说明了 鬼魔是没有被拯救的盼望的 他们信神 并不能移走他们将来的城堡 所以 相信神不是鬼魔的得救证据 也肯定不是人得救的证据 一 鬼魔有关于神的知识 仅靠这知识 不是救恩的证据 当我们认真思考鬼魔的特点的话 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上面这句话 首先 他们是不圣洁的 他们经验过的任何东西 都不可能是圣洁的经验 魔鬼是完全邪恶的 你们是出自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犯罪的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所以 鬼魔又称为 邪灵 乌灵 黑暗之势力 等等 因我们不是鱼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所以很明显 邪灵心中没有任何东西 可能是圣洁的 或导致圣洁 鬼魔清楚地知道 许多关于上帝和宗教的知识 但是他们没有圣洁的知识 他们知道的这些东西 可能使他们心里产生了反应 事实上 我们确实看到 鬼魔对神有极强烈的感受 强烈到如此的程度 以致颤惊 然而这些感受 绝不是圣洁的感受 因为圣灵的工作 与他们无分无关 如果这是鬼魔的真实经验的话 这也是罪人的真实经验 注意 无论鬼魔和罪人的这些想法和感受 如何的真诚 自然 以及强烈 都是一样的不解 作为受造物 鬼魔对上帝的认识的途径 是地球上的人所不可能的 他们对上帝存在的知识 比任何人类可能有的知识更加具体 由于他们被所死在 与善的力量征战之中 他们的知识必是诚实的 有一次 耶稣赶出几个鬼 他们喊着说 神的儿子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时候还没有到 你就上这里来叫 我们受苦吗 还有什么经验 能比他们这里的更清楚呢 然而 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感受 是真诚而强烈的 这些思想和感受 却是不圣洁的 而且 我们看到 他们的思想和感受 并不因他们思想的对象的圣洁 而变得圣洁 这些鬼魔 知道神存在 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九节 清楚地指明 这些邪灵知道 耶稣比许多人更多 他们完全清楚 耶稣终有一天要审判他们 因为他是圣洁的 然而很清楚 他们这样对圣洁的属灵 实在产生的真诚的 诚恳的和强烈的思想与感受 完全不是神的恩典 在他们心中的证据 鬼魔知道这些东西 然而他们往前看 只能看到地狱里永远的心靶 如果人心中所有的 并不比鬼魔心中 所有的更多一些的话 他们的下场跟鬼魔一样 二 极有对上帝的知识 不是救恩的证据 我们可以从这些真理中 得出几个结论 首先 无论人如何知道上帝和圣经 都不是救恩的证据 魔鬼堕落之前 是明亮的晨星之一 火的焰头 有充足的智慧和力量 很明显 作为天使长之一 撒旦对上帝知道的非常多 现在他堕落了 他的罪 却没有摧毁他从前的记忆 堕落的天使 确实拥有许多天然的能力 这可以从许多圣经的经节中看出 如以福所书六章十二节 因我们不是鱼鼠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执政的掌权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同样 圣经说撒旦比其他受造之物更狡猾 所以我们看到 魔鬼始终拥有一个强大的心智能力 也能知道 关于神的许多事 可见和不可见的世界 以及许多其他事 由于他的起初的职位 是神面前的天使长之一 所以很自然的 知道和明白这些事 对他是第一重要的 并且他的活动都是跟思想 感受 以及知识 是密切相关的 由于撒旦最初的工作 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天使 并且他的堕落 并未摧毁他的记忆 所以很清楚 撒旦比任何其他受造物 知道神更多 堕落之后 我们从他充当试探者的活动中 看到他还在花时间 增加自己的知识 以及应用自己的知识 他的知识的宏大 可以从他试探别人时 高度的技巧上 可以看出来 他的谎言的巧妙证明 他是何等的聪明 毫无疑问 如果不是他对事实拥有的实际 和真实的知识的话 他的欺诈 就不会如此杰出 撒旦这样 对神及神的工作的知识 是从起初开始的 创世之时 撒旦就在那 就如约伯纪38章4节 和7节显示的 我力大得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你若有聪明 只管说吧 那时陈兴一同歌唱 神的众子也都欢呼 所以 他一定对神造势的过程 知道很多 也知道许多神管理宇宙中 各事件的方式 进而 他也看到 神如何制定了 拯救世界的方案 不过 这时 他已经变成了 活跃的神的奔点敌人 他看到了 神在亚当和夏娃 罗亚 亚伯拉罕 和大魏等人的 生命中做工 他一定对 耶稣基督 这位人类的救主 成了肉身的 神之道的生活 有特别的兴趣 他怎样 密切地观察着耶稣 他怎样 认真地注视着 耶稣的神迹 和他的教导 由于撒旦 将自己 摆在神的工作的对立面 他看到 耶稣将神的计划 一一显明和实现时 撒旦一定感到了 极大的折磨和痛苦 这样 撒旦对神和神的工作 知道了很多 他对天国有第一手的经验 他也知道地狱 由于他是地狱的第一位居民 他对地狱有个人的知识 并且在其中成千年的受苦 他一定对圣经 有极大的知识 至少他知道到 这样一个程度 以至于用圣经 来试探我们的救主 此外 他费了许多的年日 来研究人的心 因为人心正是撒旦 跟我们的救赎主 作战的战场 多少个世纪以来 撒旦为了行天 不知花费了多少劳力 努力和认真 一个人的心 只要仅仅和撒旦 对神的工作的经历 与知识结合 就会模仿真实的宗教 从而将自己装扮成 一个光明的天使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多少 关于神的知识 以及宗教 都不能证明 一个人已经从他的罪中 被救出来了 一个人可以谈论 圣经 神 和三位议题 他可能就耶稣基督 和他的工作 对众人讲道 设想 某些人可能可以讲论 救恩之道 以及圣灵 在罪人心中的工作 甚至讲到这样的程度 以至于 让听众成为基督徒 所有这些 可能使教会 被建立起来 照亮世界 然而 这仍然不是一个神的恩典 在一个人心中的确据 现在可以看到 一个人认可圣经的教导 并不是这人得救的证据 雅各书二章十九节显明 鬼魔真的 确实地相信真理 正如他们相信 独一的真神一样 他们也完全同意 圣经的真理 魔鬼不是个异端 他的所有的信念 都是建立在真理之中的 你必须要明白的是 当圣经说到 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作为神的恩典 在人心中的证据时 圣经说的不仅仅是 同意这一真理 而是另一种相信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 都是从神而生的 这样的相信 被称为 凭着神选民的信心 和敬虔真理的知识 这里有一个属灵的 对真理的执着 我在接下来 要讨论这问题 三 宗教的体验经历 不是救恩的证据 有些人 有很强的宗教体验 就以为这些体验是神在他们心中工作的证据 这类体验 时常使人们觉察到 属灵世界的重要性 也对属神的真实有了觉察 然而 这些东西仍然不是救恩的证据 鬼魔以及遭咒组 堕入了地狱的人 都有许多属灵的体验 而这些体验 都对他们的心态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们生活在属灵的世界 因为第一手的知道这个世界像什么样子 他们遭受的苦难 使他们看出 救恩的价值 以及人的灵魂的价值 实在是大的不可想象 路加十六章的预言 清楚教导了这一点 在那里 那个在地狱中受苦的财主 求派拉撒路回去告诉他的兄弟们 要避免到这样受折磨的地方来 毫无疑问 现在正在阴间的人 极其惊骇地感受到永恒的广大 和生命的短暂 他们完完全全地明白 今生的一切 和在永恒中要经历的事 比起来 实在无足轻重 现在正在地狱里的人 无比清楚地知道了时间的可贵 以及还活着的人 机会如此的宝贵 因为他们还有机会听到福音 他们彻底地觉察到 他们的罪的愚蠢 他们忽略了机会的愚蠢 他们掩耳不听神地警告的愚蠢 当罪人以亲身经历 发现了他们的罪的后果时 他们就哭嚎怯耻 所以 哪怕是最强烈的宗教经历 也不一定是神恩典 在人心中的证据 鬼魔和遭咒诅在地狱里的人 也能强烈地感觉到 神的尊贵和全能 当神之行对他的敌人的报复之时 神的全能最清楚地彰显出来 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 彰显他的全能 就多多忍耐宽容 那可怒欲被遭毁灭的器皿 最强烈地感觉到了神的尊严 鬼魔们颤惊地等待着 他们最终的惩罚 他们现在就感觉到了 但将来 他们将在最大的烈度中感受到 那时主耶稣将在烈火中 和他大能的天使 从天上显现 当那一天 他们渴望逃走 躲避神的面 看啊 他驾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 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要因他而哀哭 所以 所有的人都将看见在 他父的荣耀中的他 然而 并不是所有 看见他的人都要得救 四 反对一 人和鬼魔不同 现在 也许有人要反对 我说的这一切 说世上不敬神的人和鬼魔不一样 说人和鬼魔处境完全不一样 根本就是不同的生命 一个反对者会说 这些对鬼魔来说 可见的现实的事 对人可能是不可见的 和将来的事 另外 人有肉身 这是一个缺陷 限制了灵魂 使人不能第一手地看见 这些属灵的事 因此 即使鬼魔对上帝的 是有第一手的经验和知识 却没有救恩 这样的结论 却不能用在我身上 换句话说 如果人们在今生有这些事 就说明 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 我的回答是 人在此生 确实不可能拥有 鬼魔这样程度的 对这些事的认识 同样 也从没有一个人 会像鬼魔一样 出于无比的恐惧而颤惊 没有一个人 可能在今生 会有和魔鬼一样的知识 堕入地狱的人和鬼魔一样 比任何一个活着的人 更认识到永恒的巨大 另一世界的重要 所以他们更渴望救恩 可是 我们可以看到 此身的人 可以体验到 鬼魔与地狱中的人 同类型经历 他们有同样的精神状态 同样的观点 同样的情感 以及同样的思想 和心灵的反应 注意 对使徒雅各来说 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论点 他宣称说 如果有人以相信 独异神就是救恩的 确具的话 那根本不是确具 因为鬼魔性的是一样的 雅各并不只是在 指相信的行为本身 也在指其后的 与他们的信相伴的感情 和动作颤惊 就是内心感情的一个外露 这就表明 如果人有同样的心理状态 从心里产生 同样的反应的话 则这就不是救恩的确具 圣经并没有说 人在此世界 可以看见多少神的荣耀 心里却没有神的恩典之确具 我们也没有被确切 告知神对特定的人 到底启示了他自己多少 以及这些接受启示的人 在心中产生了 何等程度的反应 我们很容易被试探者 去描述说 如果一个人经历了 一定数量的宗教经历 或接触到了一定量的真理 则他们一定就是得救的 其实很可能是 有些没有得救的人 比那些心中 有得救之确具的人 经历了更多的宗教体验 所以 从数量上考察经验和知识 是错的 心中有真切的圣灵工作的人们 所拥有的经验和知识 是完全不一样的 无反对二 人有的宗教情感 是鬼魔所没有的 到此 有人也许会说 我同意你说的 相信神 看见神的尊贵和圣洁 以及知道 耶稣为罪人死 确实都不是我心中的 救恩的确据 我同意说 鬼魔也知道这些事 但是 我有某些东西 是他们没有的 我有喜乐 平安和爱 鬼魔不可能有这些 所以这些必然证明 我是得救了 不错 你确实比鬼魔多 那么一些东西 但这些东西 并不比鬼魔有的更好 一个人感受到爱 喜乐等等 往往不是因为 他们有什么 比鬼魔好的东西 使他们这样 而是因为环境因素 他们感受的原因 或说来历 和鬼魔的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说 所平安 爱 喜乐一类的经历 未必比鬼魔的强 进一步解释如下 前面讨论过的 有关鬼魔 及堕入地狱之人的东西 其根源是两个 一是自然的理解结果 二是出于自爱的冲动 当他们自我为中心地 想自己时 这两个因素 就决定了 他们的感受和反应 自然的理解结果 告诉他们 神是圣洁的 而他们是邪恶的 神是无限的 而他们是有限的 神是强大的 而他们是微弱的 而自爱是他们 对宗教的重要性产生认识 对永恒也留意 并渴望救恩 当这两个因素 和道一起工作时 鬼魔和堕入地狱的人 就觉悟到 要审判他们的神的至尊 是如此可畏 他们知道 神的审判是完美的 而他们的刑罚 将是永远的 这样 这两个因素 使他们在审判的那日 产生哀哭绝望 那一天 他们将面对基督 和他的众圣徒 四面显露的荣耀 而今天许多人 感到喜乐 平安 和爱 而鬼魔感受不到 更可能的是因为环境 而不是他们内心中的变化 他们心中的情形 还是老样 比如说 圣灵现在在世界中工作 不让人类尽可能地败坏 而这和鬼魔的情况 就不一样 鬼魔一直在尽可能地败坏行恶 另外 神出于他的怜悯 将生计所需白白赐给人 如庄稼所需的雨水 太阳的热等 不仅如此 人们也常常在生活中 得到许多东西 使他们快乐 如人际关系 娱乐 音乐 健康 等等 而最重要的是 人们听到了一个希望的信息 神派了救主耶稣基督 来受死 以救罪人 在这些环境影响下 自然的理解结果 使得人会感受到 鬼魔 没有感受到的东西 自爱 是一个人心中极强的力量 强到这样的程度 以至于没有恩典的人 也可以爱那些爱他们的人 但是 如果你们单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益处呢 就是罪人 也爱那些爱他们的人 所以很自然的 当一个人看见上帝是怜悯的 又知道自己并没有尽可能的坏 就是他们认定了 上帝因此 一定爱他们 如果你对上帝的爱 仅仅出自你感觉到上帝爱你 或者你听到上帝为你死了的话 以及诸如此类的 那你对上帝的爱 仅仅是出于自爱而已 这跟鬼魔的最深刻的心理动力 没有任何区别 设想一下鬼魔的处境 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尽情的邪恶 完全不受限制 他们知道 神将永远是他们的敌人 虽然他们没有任何希望 然而他们仍然很活跃 并且在战斗 你只要想一想 如果鬼魔也有一丝丝 如人有的得救的希望 如果鬼魔们 基于他们对神的众多的知识 其邪恶可以被加以限制的话 设想有个鬼魔 在他对神的审判如此的害怕之后 突然被告知 上帝可以是他的朋友 上帝赦免了他 并允许他上天国 不管他的罪了 哦 他会感到何等的喜乐 何等的惊叹 何等的感恩啊 难道这个鬼魔 不会比人更狂热地爱神吗 说到底 人人都爱那些帮助自己的人啊 许多人不正是这样被骗的吗 特别是鬼魔本身也在推动着人们自欺的行为 他们干这一行已经许多个世纪了 他们本来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六 真实的属灵经历的来源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问题 如果所有这些各种的经验和感觉 都跟鬼魔可能的感受没有什么不同的话 那什么样的经历才是真正属灵的 圣洁的呢 我必须在我的心里发现什么 才可以作为神救恩的确具呢 什么样的差别 才能使我确信 这个确具是出于圣灵的呢 答案是 心灵中好的出于神的恩典的 确具的感受和经历 和鬼魔的不同之处 在于这些经历的来历 以及这些经历的结果 确具感受的来历 是感觉到压倒一切的 神的圣洁的美丽和可爱 当一个人在心里被神的魅力所抓住 所俘虏的时候 毫无疑问 这是神在工作的确具 鬼魔和堕入地狱的人 现在没有 也永远不会感受到 这种经历的一丁点 在他们堕落之前 鬼魔们确实有这样的感受 但是 当他们堕落的时候 他们失去了这种感觉 这是他们丢失的 关于神的知识中唯一的一点 我们已经看到 鬼魔们非常清楚 神的大能 神的公义 圣洁 等等 他们知道许多关于神的事实 然而 他们完全不知道神像什么 他们对神像什么样子的无知 跟瞎子对颜色的认识一样 鬼魔可以强烈地感受到 神那可贵的尊严 但他们 看不到神的可爱 在过去的数千年 他们以极大的注意力 观察了神在人类中的工作 然而 他们看不到 一丁点神的美好 无论他们知道上帝多少 这些知识勇 不会将他们 带到更高的属灵境界 以至于知道神像什么样 相反的 鬼魔知道上帝越多 他们越恨他 上帝的美丽 主要在于他的圣洁 他道德的超越 而这正是他们最恨的 你甚至可以这样设想 如果上帝少圣洁一点 鬼魔就会少恨他一些 毫无疑问 鬼魔一定会恨圣洁之神 无论他像什么样子 所以很明确 鬼魔恨他恨到极点 因为他无限的圣洁 无限的智慧 无限的大有能力 邪恶的人 包括那些今天还活着的 邪恶的人们 将在审判的日子 看到耶稣基督的所有东西 除了他的圣洁与美丽 耶稣基督在那辉煌的日子里 要在最强的光中将自己展示 邪恶的人将看见 耶稣在大能和荣耀中 驾云降临 他们将看见他外在的荣耀 这荣耀现在是我们远远 无法想象的 你要知道那时 那些邪恶的人 要完全明白 基督到底是谁 他们将完全明白 基督的全知 因为他们一切的恶 都将重演出来 当对他们的宣判宣布的时候 他们将第一手的 知道基督的正义 他的权柄将彻底的彰显 以至于所有的膝都要跪下 并且所有的舌头都要承认 耶稣乃是主宰 神国的至尊将极有效的 使所有的产生深刻的印象 这使邪恶的要被倒进地狱之中 进入他们永远的受苦 与死亡之中去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 他们关于神的所有知识 尽管真实又有能力 将毫无价值 还要更糟 因为他们还是看不到 基督的美丽 所以是看见了 基督无比超越的美这个体验 使得圣灵的救恩确具 与鬼魔的自爱与知识不同 这样的看见和感受 是真实的基督徒经验 与任何其他的都不一样的地方 神的选民的信心 正是基于此 当一个人看见了福音的超越性时 他就感受到了 神的救恩计划的美丽和可爱 他的心里就完全被说服 知道这一定是出自上帝 于是他就以全心去相信他 正如使徒保罗 在临后四章三至四节所说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 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此等不信之人 被这世界的王弄瞎得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这就是说 如前解释过的 不信的人可以看见那个福音 也知道内中的事实 但是他们不能看见他里面的光 福音的光是基督的荣耀 他的圣洁和他的美丽 紧接着在临后四章六节 我们读到 那吩咐光从黑暗中照出来的神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得知 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很明显 这光乃是神的光 照耀在我们的心上 使我们看见了福音的美 并使我们得一个 在基督里得救的信心 这超自然的光显明 给我们耶稣超越的美和可爱 使我们确信他足够 做我们的救赎主 也只有这样一位荣耀的 尊贵的救主 能做我们的中宝 站立在我们这些 有罪咎的 该进地狱的罪人 和无限圣洁的上帝之间 这超自然的光 使我们感受到 并完完全全信服了基督 这是其他事物都不能做到的 七 真实的属灵经历转化人心 当一个最邪恶的罪人 被圣灵引导 而看到基督的属天的可爱时 他就不再去琢磨 为什么神会对自己感兴趣 以至于拯救自己 从前 他不能够明白 基督流血 怎么才能替代自己的罪的行答 但现在 他看到了基督的血如此的宝贵 以致神要接受 他作为最坏的罪的赎家 现在 他的心灵能够认识到 神之所以确实地接纳了自己 不是因为自己是什么 而是因为 神如何宝贵地看中基督的血 他的顺服 以及他的代求 看到这宝贵的价值 就是一个可怜的 充满罪咎感的灵魂安歇了 这是任何讲道 或福音小册子 本身绝不能做到的 当一个人用自己的眼睛 看到了什么是信心和信任的 真实的基础时 他就得到了救恩之信的确据 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 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 并且在末日 我要叫他复活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 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 他们本是你的 你将他们赐给我 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 如今他们知道 凡你所赐给我的 都是从你那里来的 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 我已经赐给他们 他们也领受了 又确实知道 我是从你出来的 并且信你拆了我来 正是对基督属天的 美丽的看见 俘虏了人的意志 将人的心吸引过来 神外在的荣耀 只需看到一眼 就足以使人被降服 甚至无法忍受 而这将在审判日看到 那时邪恶的人 将被带到神的面前来 他们要被神的荣耀所降服 然而 他们心中的敌意 将达到最强 即便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仍在心里反抗 但是 如果一束神道德 与属灵的荣耀 以及基督的极致美丽的光 照在充满敌意的心上的话 所有的敌意就会被征服 这样 心灵就会仿佛 因一个无所不能的大力所驱使 而趋向于去爱上帝 这时 不仅仅是出于理解 而是整个地区接受和拥向那充满爱的救赎主 对基督之美的感受是 真正蒙照的基督徒生命中 真实得救之信的开始 这样真切的感受 和基督爱我 为我死的模糊感觉 天差地别 那些模糊的感受 固然能造成某种爱和喜乐的经历 因为人会为自己逃脱了罪的惩罚 而感激那帮助他们的 从实际上看 这样的模糊感受 只是基于自爱 而根本不是基于爱基督 令人悲哀的是 许多人被这种虚假的信所误导 另一方面 哪怕只是在瞬间 从耶稣基督的脸上 看到上帝的荣耀的话 都会使人的心 产生最强的真诚的爱神的感情 这是因为 那属天的光 显出了神本性的无比的可爱 基于这样看见的爱 远远地 远远地超过了 那基于自爱的反应 这种基于自爱的反应 不仅人有 就是鬼魔也有 因看见上帝的美而产生的 对神的爱 导致心灵真正属灵的 圣洁的喜乐 这个喜乐在于神 并因神而达至最高 这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欢心 而是单单在于神 八 真实的属灵经历产生不同的结果 对属神的事物之美的看见 就会产生一种渴望去追求神的事 这种渴望和鬼魔的不一样 鬼魔也有渴望 因为他们知道 前面什么在等着他们 他们渴望 他们注定的下场会改变 从看见基督之美而产生的渴望 都是自由而自然的渴望 就好像婴孩渴望奶水一样 由于这些渴望 与其他伪装的渴望如此不同 就可以用来辨明 什么是从神的恩典而来的真实经历 什么不是 虚假的属灵经验 有一个趋下 就是造成骄傲 这是撒旦特别的罪 出入教的 不可做监督 恐怕他自高自大 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法里 骄傲是虚假属灵经验的 不可避免的结果 即便这些虚假的经历 常用巨大的谦卑来伪装 也仍导致骄傲 虚假的经验 使自己自爱 也生于自爱 他用这种形式 或另一种形式 来血咬自己 一个人可能非常爱神 并为自己对神的爱 而感到自豪 他也许非常的谦卑 并且为自己的谦卑 而感到自豪 但是 从神的恩典而来的情感冲动和经历 却是恰恰相反 神在人心中 真正的工作将产生谦卑 它们不会产生任何类型的炫耀 和自我抬高 对可谓圣洁和荣耀的基督之美的感受 自然的就消灭了骄傲 使心灵谦卑下来 单单靠彰显神之可爱的光 就是灵魂看到自己的丑恶 当一个人真的理解并感受到了这些 他就开始了一个进程 在这个进程中 神越来越大 自己越来越小 神的恩典 在心中工作的另一个结果 就是一个人会恨美一样的罪恶 并以圣洁的心灵与生活来响应神 虚假的经历会产生某种程度的狂热 甚至导致大量的日常所说的宗教 然而好的工作不是靠狂热 狂热产生的宗教不是在侍奉上帝 而是在侍奉人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使徒雅各说了这样的话 你信神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 鬼魔也信 却是颤惊 虚浮的人啊 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 换句话说 行为或好的工作 乃是神恩典在人心中的真实经历的证据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 就晓得是认识他 人若说我认识他 却不遵守他的诫命 便是说谎话的 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 是啊 如果一颗心真被基督之美征服的话 他不这样 还能怎么样呢 九 对基督之美的看见 是神给的最大的礼物 想想吧 因看见基督之美 而产生的真实的 内在善的宗教 是何等的杰出 在这里 你得着了在天国里的圣徒们 和天使们的最奇妙的经历 在这里 你得着了对耶稣基督本身最好的体验 因此 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 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分 因着这属神之功的大能 神和他的子民 就产生了一种交织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这种特别的关系 就使得一个身处其间的人 得到尽可能有的快乐与祝福 没有任何其他受造物能超得过 这是神特别的礼物 是神专给他所喜悦的人的 金银宝石以及地上的国 是神给那些圣经称为猪和狗的人的 而这伟大的特殊礼物 朝见基督的美丽 乃是神给他最爱的儿女的 血肉不能给出这样的礼物 只有神可以给这样的礼物 这是基督为他的选民 受死而成就的礼物 这是他永恒之爱的至高的标志 是他劳苦所产的最好的果实 是他的血所买的最宝贵之物 靠着这个礼物 而不是靠着其他 圣徒们在这个世界 好像明光照耀 这个礼物远超过其他 是他们度在世日子的安慰 一个拥有这一礼物的灵魂 绝对不可能灭亡 这是次人永生的礼物 也是永生的开始 有这礼物的人永远不会死 他是荣耀之光的出现 他来自于天国 他具有天国的特质 他也要带拥有他的人进入天国 那些拥有这礼物的朝圣者们 也许会经历在野地里的飘荡 和在海洋的风顶浪尖上的颠簸 然而他们至终要到达天国 在那里 他们带着的天国的火花 将被完美加增 这些圣徒的灵魂 要转化成明亮而纯净的火焰 他们要像太阳一样 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出光来 阿门